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财士真力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 为我们三个频道《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次我们就讲一讲 是这个联合国都算是向 俄罗斯有一个妥协 你也可以说妥协 亦都可以被称为养暴 好听点叫养暴 那是什么事呢? 原来这个联合国就告诉俄罗斯 俄罗斯农业银行 将在这个月底之前 可以重返SWIFT 这个国际支付系统 为什么不计算制裁? 当然你这句话 在乌克兰的外交部有说 他肯定有 没有我认得那么温和 不会 等一会你怎么说 原来 他们就希望俄罗斯当国能够 出口他们的 农产品和化肥 因为这样 就可以令到他们重迁 黑海粮食协议 不过乌克兰 当局肯定生气了 看看古特雷斯 即联合国秘书长 的一封信当中 就说 向俄罗斯外交部长 拉夫罗夫保证 如果莫斯科 重返 黑海粮食协议 的话 商述银行 将能够请求 帮他们 进入全球银行转账系统 古特雷斯发出了一套 具体建议 为了灰火 7月份 停了的黑海粮食协议 一年前 联合国和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 滑船 而且令到各方 达成协议 其实 联合国 亦都准备 向俄罗斯作出一些让步 妥却 就是 想着说服俄罗斯 几个星期之内 可以重返 黑海粮食协议 重迁 协议 当然 乌克兰当然很生气 他们的外交部就说 缓解对俄罗斯的制裁 来换取 恢复糧食交易 这个就是俄罗斯 糧食勒索的胜利 但是你不要忘记 他出口是你的糧食 你不肯定也没办法 你想用什么方法 我想问一下 他肯定没有提出的 有 打赢他 打赢俄罗斯 你打赢才行 没有很明显的优势 就算你之前说 2024年结束之前 一定要搞定俄罗斯 我看不到有什么很明显的优势 如果有的话 为什么你现在不打赢 要等2024呢 对 对 对 他们就说 你们这样等于 是 呼吁 获斯科不断的勒索我们 古特雷斯 其实现在就寻求和俄罗斯达成协议 协议的第一点就是 假设欧盟 将 在6月 取消对 罗塞尔霍兹银行的制裁 允许他们 繞过 和 退出SWIFT 相关的限制 当然 这个欧盟当局 也通过联合国表示 愿意通过成立 一个俄罗斯 罗塞尔霍兹银行的 紫银行 用来 找到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就是这样 我想他是这样的 就是大家整个 紫银行一起 这样 你又 大家 大家看着 对 大家看着 大家说 第二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古特雷斯就建议 俄罗斯货船在黑海和 亚述海航行事 面售乌克兰的动手 这件事乌克兰说不需要 当然 你说不需要 那么他也不用 上述两点 跟俄罗斯要求恢复 这个 埃尔多安 之前就说过 我可以跟他谈一点 俄罗斯就要求跟埃尔多安谈 所以我们说埃尔多安多紧 他真的谈到回来 当然 现在 还未最后拍板 说明 协议包括 将农业银行 纳入 SWIFT 应该说重新纳入 SWIFT 这个全球 支付系统 令到他们的船隻可以买到保险 另外古特雷斯 在第三阶段 当中 就向俄罗斯当局承诺 将 协助部分归还 这个因为 欧洲制裁而被凍结的资产 我觉得没那么容易答应你 这个很难 这个很难 而且 你不记得 欧洲人 欧洲人 是很厚着的吗 是不钱的 是吧 是说得出口的 我们要想方法 怎么用 其实这个 SWIFT系统 欧洲人应该肯放 但是钱 不是 因为他真的没有钱 他也很实在 没有钱 但是 让你重新进入 全球支付系统 反而容易 因为不用用那些钱 当时 死硬 一定要用 这个金融支付系统 是让我玩借俄罗斯的 玩到它崩溃的 没有 要开放给人用 是的 根据 这 黄KOL 会怎样拌呢 没得拌 叫厨房 用锅银来拌 拌的 很重 未必能拌得到 是很重 锅银也很重 根据古特雷斯的说法 俄罗斯化肥公司 必须向欧盟国家 向冯德罗欣 申请适当的豁免权 最后 再次允许 运输食品 和化肥的俄罗斯全只 停靠在欧盟国家的港口 为此 欧盟当国 已经和德国 比利时 西班牙 和 在荷兰进行谈判 这些国家应该肯的 因为这些 比较发达的国家 就不是死硬派来说 你说找立陶苑 爱沙尼亚 拉脱维亚 波兰 就不行了 情事不足 大事有余 是的 7月 俄罗斯就拒绝延长 黑海糧食协议 理由就是西方 没有履行他们在协议当中的义务 并且表示如果俄罗斯部分协议得以执行 俄罗斯也会延长协议 如果你肯 履行我们之前提出的那些 我们也是肯 但是 他就觉得 现在 俄罗斯就抱怨过 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之下 对他们实施限制和制裁 是阻碍了食品和化肥的出口 博斯科就认为 这些产品对于全球的食品供应链很重要 为了减少欧欧战争对全球粮食价格的影响 其实联合国 俄罗斯 乌克兽还有土耳其在去年7月22号 在伊斯坦普尔 就签了黑海粮食出口协议 当然现在就是暂停了 因为俄罗斯不肯续签 另外 有个 国家 如果中国用这招 他们说 是不是将这个粮食作为 是 没气化 没气化 什么国家印度 现在他们帮印度改个名字 现在印度 就是 用稻米外交 几好听 这么好听 人家就没气化 你是外交 是啊 但是他们之前也说 大陆试过什么疫苗外交 但是 大陆疫苗外交 他们所说疫苗外交的影响 是送疫苗给人家 你是交易 是禁止稻米出口 这个就是双重标准 现在 其实 如果按照西方逻辑都应该叫做稻米武器化 他不是这么说 稻米外交 相当温和 稻米外交 令到粮食价格上升 外什么加 如果 如果大陆 他令到全球的粮食价格 就是天然气 那些价格上升 你肯定有牌 原来 当今世界上全球 第一大的稻米出口国 印度 当然频繁制出了 出口的限制措施 造成稻米价格在这个夏天 价格飞升 印度的出口限制 对于稻米进口国 尤其是非洲国家来说 是存在着 一个巨大的风险 这个令到 国际上出现了稻米外交 你只是说存在风险 你如果在大陆 做这些东西 搞得大家没得吃了 你看 这个国家多不人道 这个印度的稻米禁令 是指印度当局 决定制出出口的禁令 在今年 7月份 涉及非印度的 这个 这个长条米 我们俗称的长条米 就是印度的 这个特种的白米 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都不允许出口 但是 刚刚又增加了 部分国家 是不可以 增加了对部分国家出口的这个 这个叫做蒸菊米 加税 他不是不给出 是加税 加税就等于 变相都是限制了 贵了 别人就不买了 看回 但受到 印度对蒸菊米出口加税20%的影响 其实主要来自非洲国家 加上之前 亦都实施了一年多的税米限制令 他们就说得很温和 完全是没有谴责印度的 虽然令到全球到尾价格上升 鉴于印度在市场上的份额 占全球出口额的40% 就说他用得很简单 伸得你的立场 用立场相当温和 就令到全球行情有冲击 多温和 今年以来 税米价格不断攀升 今个夏天甚至出现过 有几天涨到10-20美元 现在 涨幅不再那么严重 但是市场依然在吃 印度在2023年可供出口的税米大幅降低 令到泰国和越南就麻烦了 因为很多人是屯米 令到市面上 他们自己国家的米价也是飞升 水涨船高 作为全球第二大的税米出口的泰国 出口量增加了几百万吨 但仍然有500万吨缺口 他们就说 现在问题 不再是税米 谁更有竞争力 根本没得买 因为以前说哪些好吃 现在买得到已经不错了 在那些没办法依赖的库存 尤其非洲国家没什么库存 因为经济限制 非洲国家问题特别大 另外 你要知道 连缅甸都会限制稻米出口 当然 他们是没有 譴责印度是洞米外交 面对印度的限制措施 政府 双方的谈判不断增加 霜东 你看他 很稳和 因为印度就怕得罪他 因为始终拿他来 压制中国 在对税米的出口限制上 印度的立场 略有松动 令到他现在 是配额 他就令到塞里加尔等等国家 是有配额的 即是给他们一些配额 另外印度当过近日的宣布 也宣布 令到新加坡的 北达蒙里求斯 享有非印度特种百米的出口配额 另外印度也接待了 同样为了是稻米而优秀的基内亚商业部长 谈一谈是否又要配额呢 当然 现在大家都在等待印度的 稻米限制令的取消 各方 就将目光聚焦在 亚洲主要的稻米出口国 看看今年的秋天收成如何 如果收成是最怕有极端天气 如果收成好的 价格 就可能会放缓的 但是 我相信也不是那么容易 稻米现在全球供应 今年也有巨大缺口 以及刚才也说过 10年来最高价 最后怎么办 我相信都是要等 因为你知仲米不是一朝一夕 你不是那些生产口罩 你搞那些机器 都很快出去 农业的东西 你要等个期限 等个时间才能出来 对不对 其实印度的价格也相当厉害 已经升到10年来的新高 原来新德里最搞笑 他们就说 好像没有什么思想准备 不要紧 他没有思想准备 但是他顾自己行情就去 对不对 也令到大家民众都是辛苦的 因为始终你也是有限制 好 那么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再见